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的生命 才能唱出全勇的歌 生命有爱 才不会留白 同唱一首歌 听众朋友早上好 欢迎收听环球传播为您推出的诗歌节目 我是主持人湘琪 今天为您介绍的诗歌是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由麦克丹尼尔作词 加布里安尔作曲 歌中唱道 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久目的亮光 今照耀我魂间 在二十世纪初 这首赞美诗《横扫美国》成为了福音诗歌中的一个经典篇章 这首歌的词作者和曲作者虽未曾相识 却奇妙地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 麦克丹尼尔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李普利 这个小村庄在费奴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他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使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19岁时就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牧师生涯 1913年 麦克丹尼尔的次子一年早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深深的哀伤中 他通过赞美上帝来悼念离开的儿子 并希望通过这诗歌激励和安慰那些经历心灵挣扎的人们 与此同时 加布里尔尔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农场家庭中长大 虽未受过正规音乐教育 但是在父母的薰陶下 他展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华 他在34岁时成为教会的音乐总监 并开始了自己的作曲生涯 1912年 他被邀请到芝加哥 专门从事音乐编辑和创作工作 后来 麦克丹尼尔的诗歌和加布里尔尔的旋律 完美结合 创作出了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这首赞美诗 诗歌发布后 被著名步道家 比利桑迪发现 并在其步道活动中推广 很快 这首诗歌就传遍了各地 我生命已有了 真奇妙的改变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求目的亮光 尽照耀我缓解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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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潮意我缓 如海淘浪滚滚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迈克丹尼尔的生活和教育背景 让他深刻理解自由和信仰的价值 他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但正是这样的人生风浪 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 同样的 加布里尔尔 也是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爱和支持 让他克服了诸多困难 为日后的音乐创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作品融合了灵歌和流行音乐的元素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使他的诗歌易于传唱并广泛传播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的词曲结合 展现了基督徒因信耶稣而经历的生命改变 这首诗歌不仅是迈克丹尼尔和加布里尔尔 个人信仰见证的结经 也是无数信徒共同的心声 在经历了生命中的风雨和挑战后 这首诗歌鼓励我们继续前行 把握住信仰带来的希望和喜乐 这首诗歌以其突出主题的歌词 和激励人心的旋律 讲述了一个基督徒 在信仰中的生命变化和层层升华 他的每一节都以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开始 表达了信徒从过去到现在 再到未来的属灵旅程 副歌部分 喜乐潮亦我魂 如海涛浪滚滚 更是强调了耶稣带来的喜乐 如同海浪般汹涌澎湃 这种喜乐不是表面的情感 而是源自于对上帝恩典的认识和感激 象征着信徒内心的平安和满足 即使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 也能保持不变 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生命见证 也是对基督徒群体信仰经历的总结 诗歌歌词深刻地表达了 基督徒因信仰而经历的生命蜕变 这种改变与圣经中的许多经文相呼应 例如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这句话与赞美诗中的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有着相同的含义 都在描述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 为个人救主后 生命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因为住在基督里 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全新的了 但在这个被最污染的世界上 依然充满了死亡 悲伤和各种各样的伤害 对此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呢 罗马书五章一至五节中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保罗的这段话 还有今天这首歌 都在提醒我们 即使在患难中 也要保持喜乐 因为神已经借着基督 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 经过短暂的磨练 我们必将在基督里 看见神的荣耀 亲爱的朋友 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 快乐吗 又或是困难重重 愿耶稣来住在你心里 让你在一切的风雨中 都能看到希望 品尝到来自神的爱和喜乐 愿神祝福你 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求目的亮光尽照耀我换解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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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停止流荡不再如那迷途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愿意停止流荡不再如那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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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愿意停止流荡不再如那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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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耶稣萊珠在我心 自耶稣萊珠在我心 自耶稣萊珠在我心